四年前,王宝强在深夜发离婚声明,当时他是如何发现马荣出轨的? 王宝强离婚案件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王宝强之前是不是毫不知情的马荣和宋哲的?那么王宝强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件事情的呢? 王宝强宝宝是之前对马荣和宋哲比较信任,不设防,可能是因为宝宝心眼不多,很多细节都没注意到,才让别人有了可趁之机,果真如此吗?具体细节又是怎样的? 怀揣梦想少林习武 家庭贫困的王宝强八岁到十四岁时在少林寺学武术,梦想成为像成龙那般的舞蹈明星 他每天洗澡瘫黑魔鬼般的训练,舞打功底越来越好,却从没等到有人来 少林寺挑选演员 跑龙套 15岁那年开始群演跑龙套的生活,地下室,馒头,有时甚至吃不饱,最难的是,刚开始连跑龙套也活不多 被踹的胸口与轻逆星期这样的龙套机会他都异常珍惜 草根密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宝强视镜盲警,打开了他的成名之路,后续士兵突击的许三多迅速让他火遍全国 2010年人在窘图 2012年人在窘图,太窘,以及后来的唐人街探案系列,票房口碑都不错,王宝强视野达到定峰 2013年人在窘图,贫困潦的草根演员逆袭为影帝,票房保证的大咖,这背后的心酸与不易只有王宝强能体会 抱的美人归 王宝强自见到马荣的那一刻起就觉得马荣是自己的另一半,并对开始追求马荣 2008年王宝强公开表示自己在恋爱阶段 2011年,王宝强宣布与马荣结婚 王宝强是个农村娃,事业有成娶妻生子就是他的梦想 受伤跳劈力舞,王宝强在参加某综艺的时候,叫受伤了,马荣带着儿子来看望 王宝强满脸宠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马荣,我来是想让你给大家表演劈力舞的 袁红打员唱说,他腿都这样了,还能跳劈力舞吗? 马荣居然说,这事我都忘了,可以下半身不动,下半身动 老婆居然不知道忘记了老公受伤了,是大意还是无心 被提醒了,居然不心疼还坚持要受伤的老公完成表演 信任马荣和宋哲 王宝强婚后,他的财产都是马荣在管 他在美国购得的房产也是夫妻两人的名字 一个男人爱女人的表现莫过于自己所正都交给妻子 保管了吧 洗澡贪黑忙活,自己也不看下钱财 这得多信任妻子 王宝强从华裔离开的时候 只带走了还只是艺人宣传的宋哲 还让宋哲当自己的经纪人 这其中有什么故事 王宝强当时已经是当红艺人 一般当红艺人的经纪人 怎么会是一个完全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呢 这其中是谁在其作用 不管是谁 宋哲就成了安排王宝强工作的人 发现手机聊天记录 马蓉那天把一个手机遗漏在家充电 期间有人不断来电 王宝强恰好在家 在女儿的帮助下解开了马蓉的手机 晴天霹雳来了 他看到了马蓉和宋哲的微信聊天记录 他们一直以老公老婆相衬 王宝强电话马蓉马上回家有事相伤 而马蓉剧不出现 王宝强2016年8月14日凌晨发布离婚声明 并起诉经纪人宋哲 王宝强起诉离婚的前据说都是借的 他发现马蓉出轨 复查时候发现自己连自己有几张卡都不知道 因为之前他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马蓉 母亲病逝 对王宝强的打击真是一件加一件 2019年6月27日 王宝强母亲病逝 王宝强哭得让人心痛 他的崩溃从母亲的去世开始 前妻马蓉却不带女儿出现 王宝强发现马蓉出轨 是一个意外 如果当时马蓉没有把手机放在家里充电 如果当时别人不狂来信息 如果当时王宝强女儿没能解开手机 或许王宝强就无从得知马蓉的婚内出轨 可是有些事情本就发生 时发现还不如早发现 如果宝宝当初能留个心眼 或许就不会当马蓉卷走了大半资产 让自己不但情感受伤 还钱财量空 宋哲被判六年 这样的结果是大快人心的 希望更多人的婚姻少些欺骗 多谢真诚与真爱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 好 你会有什么事吗 我做到一位 我做到一位 就是这样的事